有人说 我得到的都是侥幸 我失去的才是人生 我并不认同这句话 在我看了我们得到的一切 都不会是侥幸 而是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的必然结果 或许屏幕那头的你 沉浸在某种成功的喜悦里 大家都为你高兴 微转交错的庆祝中 让你分享一些秘诀 这哪里会有什么秘诀 唯一的捷径 恐怕就是不断努力 很多人喜欢放大天赋的作用 但其实那只是锦上天花罢了 几乎所有的成就 都需要用心血去换取 我知道的 考验成功的你 经历过这样一段日子 哪怕哈欠连天 也会坚持到凌晨一两点的 挑灯阅读 他人上我这句打游戏 你用着诺基亚的手机 字字补卷做喜提 来回分开了一遍又一遍 数据资料 心生烦闷的时候 就想未来 和梦想 我也值得升职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的你 就是这样的坚持 为了做出更好的PPT 可以和电脑 奋战到黎明 总是抓紧时间自我充电 哪怕再累 保持每天一小时的阅读习惯 他人逛商场吃餐馆 唱KTV的时候 你或许凭借自己的努力 拿下了 一个个资格证的考试 这些曾经让你感觉到 难以支撑的日子 不知日在何时 但一定会在某个时刻 成就你 是的 没有谁的付出 总是那么一帆风顺 就达成目的 也没有谁的收获 真的就是仅凭运气 三分天注定 七分高大拼 你得到的一切 都是你辛辛苦苦 用拼搏的汗水来换取 所以不会是侥幸 而你的投入 你的用心 实践是最好的旁观者 最不经意间 几多好梦 被成全 如打伤我 那么不顾一切的 昨日当年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歌词 它也让我明白 回报有时候和正义一样 或许会迟到 但是不会不到 良好的阅读习惯给予的 满腹经论是真的 多和自己 加加劲 激发出来的 内在潜能是真的 远离诱或自我充电 积攒出来的专业素养是真的 风雨无阻 勇往之前 培养出来的自律精神 也是真的 这些哪怕眼下不算奏效 日积月累中 也都会在往后的人生中 为你创造一些可能 打造一些惊喜 天道酬勤 当我凭借自己的努力 工作上逐渐有了起色 得到上次的认可 也摆脱手头的 结局的窘情事 是让我感慨的 是曾经的自己 拿着三件怪的底线 租着离公司来回 快五个小时车程的房子 声控灯坏了的楼道里 经常能清楚听见 自己轻孔的心跳声 也曾想过回老家就算了 但最后还是摇摇摇 坚持下来 现在生活有在 超好的方向发展 未来也似乎 可以看到一点点光亮了 是的 所有人都可以 不知道你的努力 你的付出 甚至连你自己 也可以大度忽略掉 那些为了梦想 打拼的日子 挥挥手 说不值得一提 但是请你相信 你吃得苦 受得最流过的眼泪 熬过的天黑 时间都会替你 变作珍珠 变作宝贝 变作强大后的 无惧无畏 以及让你 得偿所愿的反馈 亲爱的 你得到的一切 都不是侥幸 那只是 你应得的回报 说不及时 请不吝点赞 到这里 我赶紧 这一切都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